第十四题,阿丁将翻上50个同学 身高的资料从130公分开始,每10公分为一组,组距是10公分 制作身高折线图,如图所示 根据这个图判断下列哪一个叙述是错误的 好,我们先来看一下 题目上讲说在150公分和160公分的人数占全班的50%,对不对呢? 150公分到160公分,有几人呢? 还有25人,25人是不是占全班的50%呢? 全班是50个同学,所以呢是50分之25乘上100% 很显然的呢,他算出来是50%,就是占一半 所以这个A是对的 A是对的,那我们再看B 130公分到150公分 占全班的百分之多少呢? 130到150,130在这里 130到150 有几人呢? 这边有两人,130到140两人 140到150,13人 2加13等于15人 15人是不是占全班的26%呢? 全班是50个 分之15人 乘以100% 那把他这个约分,那把他这个约分约掉 40人 40人 好,40人占全班的多少呢? 全班50,那40人 50分之40 乘以100% 80%,没错 C是对的 第一选项140到160 160 140在这里 到160 160在这边 这一段一共有几个人呢? 140到150,13人 150到160 25人 所以呢,就是13人 加25人 等于38人 50分之38 乘以100% 刚好是76% 所以 第一选项也是对的 那这一题呢 判断下列错误的 他要找错的 所以呢,我们答案选B 这个选项 判断下列错误的